我们从这边上来了 我之前坐渡轮还是在上海的时候坐那个渡轮呢 这次好像要行驶两三个小时呢 也不知道待会儿会不会晕船呀 那上面还有一个救生船呢 看那个大粗链子 我觉得当水手也挺好的 每天在海上航行 这个是船尾吧 船头 船头啊 这边叫船尾船长 在这呢 这船头啊 这个是船头的地方 冒烟那是船尾 看到了辽阔的大海了 一看到大海觉得心情特别好 手机得拿稳了 别掉进去 得长点经验了 不能像大老师学习啊 你现场呢 用肉眼看着跟手机里拍出来是不一样的 肉眼往过去的这个感觉特别辽阔 而且心情特别好 给小胖拍个照 你开船吧 感觉特别像船长啊 现在 这也太高了 起航 房车也开到这个船上来了 这就是我梦想中的 这个把房车开到海岛上来的那个生活呀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呢 前方吊转码头 准备开船 冲 我们上内陆出发了 我要开船了 请叫我开不等 这个就是船舱里面了 这个座位中间还有桌子可以在这吃饭呀 这是个餐厅吧 好像是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这个船好长呀 你看穿过来这边有走廊 感觉很大的样子 两边就是那个过道了 还有按摩椅呢 这样这个按摩椅的感觉太舒服了 每一个船舱里面都是这种感觉 像餐厅一样的 这里面应该是VIP 就是弄好之后自己走上来就可以吧 对对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费用啊 这个车辆运输费是个374 然后旅客运费124 也就是说一个人才相当于40多块钱呢 我觉得上一次倒也还行 可能这个价位不是特别高呀 但是你要开车的话 这个车辆运输费可能会高一点 来看看这个船上的物价高不高啊 有饮料吗 只有矿泉水 只有矿泉水啊 那好吧 那拿一瓶矿泉水吧 要冰的吗 常温的吧 多少钱 三块 这里的矿泉水都是椰子的这个牌子 船开始移动了 大家都在这个走廊上面往外看 波光淋漓的 我好像跳进去游泳啊洗个澡满眼全是海 这个船转弯的时候感觉还稍微有点晕呢 大海老师说给我拍个照吧 说来看这边笑一个 看完之后嗯说有点像铁窗泪的感觉 我发给你了 嗯 还是照片特别美了 确实这样拍有点像铁窗泪啊 我要出去帅 也墨镜一戴谁都不爱 不是你刚才那个再来一下吗 就这么有些 刚才那个大海老师学那个老奶奶一把眼镜特别可爱 我没抓拍照 这个角度看一下真帅 90后小伙子 那个董事怎么说的 说我们这次去新加坡的什么泰国的什么的 刚才大海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下 为什么从内地到这个海岛不建一个跨海大桥呢 我和小胖也是听得津津有味啊 大概有三点原因 我总结一下啊 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海本身它比较深 所以说它这个桥底下那个柱子也需要建的很高 然后第二点原因呢 就是它的海底不是平的 也就是说这个海底可能有一段是平的 然后突然间会有一个沟 比如说下来这么深 所以和这个下面这个柱子呀 有可能还要就是有深有浅 就是收到起来比较麻烦 第三点原因呢 就是说这个海岛到内陆之间呀 因为它很长嘛 所以说它这个耗费的工程也比较大 它这个桥墩子也需要建很多很多个 然后总而言之吧 就是耗费的这个工程量比较大 所以现在就没有建这个跨海大桥 然后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原因 比如说像是你建好之后 它也能维持多少时间 比如说它维持50年啊 几十年之后 然后你就坏了 然后再去维修它 可能就是比较费人力和物力 还有经济 我们今天跟着大海老师又上了一课啊 它真是很博学多才的 阳光很好 微风不照 在这个地方感受一下大海 听一下阳光 在城市中丢失了什么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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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就看到那个男孩子了 那个摩托车应该就是他的吧 这样骑他的摩托车走了 拜拜的大船 拜拜的海南 我现在已经到了徐文了 把行李已经安顿好了 我想着看看下面有没有卖小吃的地方 找找看吧 反正这是一个小胡同 看到这里有一家糖水店 还没有吃过糖水呢 我今天来品尝一下 就是第一个就很好吃哈 好的 那我就要个绿豆的吧 在这个地方买个麻辣烫 你是最小的吗 你是最小的弟弟 是不是就是你最调皮了 干嘛还躲 我一过来买东西 然后他就一直看我 就是小朋友 哎别跑别跑啊 小心小心 你来跟我捉迷藏吗 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拍个视频 我来不要 来嘛 你打个招呼 你说嗨我是徐文的小伙子 你别跑呀 哎小心啊 你怎么那么活泼啊 抓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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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哈哈 这个就是糖水了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我们家那边的绿豆粥呀 可能是在这边就叫糖水吧 要一份徐文的麻辣烫 尝尝这边的麻辣烫的味道 感觉就是绿豆粥 然后里面那个 好像放的是冰糖 就是很甜 这个麻辣烫的味道就感觉很清淡 可能是到了广州吧 就是食物都会清淡一些 怪不得这的人都很瘦呢 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视频就分享到这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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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